裁判队我们到时候啊 就等解说被打完之后呢 到时候其实解说被打完之后 有段时间可以搞个那个 就是会搞个LBL 就去年的那个 复活了 LBL复活了 到时候会搞一下的 到时候我们裁判队也跟他们约一层 就是找五个选手 就是四个选手吧 四个选手加上我跟裁判队也约一层 今年的话可能要等到 要约会结束到 其实才开始前那段时间吧 那段时间应该是 他们都放假结束了差不多了 真的可以 这次完全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两边十个都OK 没问题放心 就是右边这个人说 那个我跟阿乐决裂了 我都说了呀 我跟阿乐真的决裂了 我跟他八甲龙 他打不过我 他跪着给我道歉 阿乐说 毕哥 再也不骂你了 你这个人看起来妈呀 一个细狗 但是没想到打起来妈呀 这么厉害 毕哥 我再也不说你了 阿乐直接给我道歉了 那天 他说没毛病 我跟阿乐也决裂了 跟刘青松也决裂了 所有人都跟我决裂了 兄弟 不是这个人说的吗 不知道 不管不重要 别说了决裂了 全决裂了 我没朋友兄弟们 我是阿木 别说了 主播人品太差了 所有人都跟我决裂 所有人跟我决裂 都又和好了兄弟们 LB邀请他来复仇 到时候看吧 我反正那个到时候打裁判队 我打算等UCI状态那个 那个心态啊什么调整回来之后 等他回来直播的时候再招那个 UCI一起 我当时跟裁判队说了 就是等UCI回来 等UCI回来直播的时候 那个可能就跟裁判队约一层训练赛 其实到时候 也不需要五个职业选手说手 我跟你们说 就是也都叫几个退役的 加起来我们也能赢的 就比如说当时我们打主牌的那种 裁判队的长度 肯定没有我们主牌遇到的人高啊 我们当时打大好主牌遇到的人高啊 说实话 四个歼2的 就四个以前那个RNG的 加上我也能打的裁判队 叫声唱歌 什么到时候加了什么 多可以 这个真的随便 随便叫你们 到时候真的随便叫 都可以 这个已经 到时候反正无所谓了 就只要那段时间打的话都无所谓 怎么叫都无所谓 叫鞋都可以 选择多啊 先把解说被打完 先好好把解说被打完 那可以叫那个打野吗 那个 现在做的一批 踢啊 三批啊 直接踢 不要打起来 微笑好像被杀了 好像没法叫了 好像没微笑了 讲个笑话 阿乐是一滴滴最吸的 阿乐今年打的真的没问题 今年的 去年阿乐 有今年这么稳 有这个状态 但是虽然 这个确实不能全怪他 因为 有没一口 跟姐姐能帮到阿乐 这方面 但是我说实话 去年阿乐 冒泡赛那段时间 有今年这么稳的话 是真进了 我们当时的RNG真进了 我们前几天 跟那个 他在 那一次对吧 阿乐 我们吃饭的 所以聊过这个 是那个时候 是真进了 阿乐虽然没进 阿乐把两个门票 送给两个兄弟了 一个送给Lite 一个送给Kazan 那个时候我们在聊天 就正常聊天 跟朋友聊天 只要聊到比赛花期 阿乐说 别聊了 别聊了 跳过 别聊了 阿乐一直说别聊 然后呢 我看到那个 一直在聊 我就想故意恶心他 然后他说了一句 没事 我今年至少打了 然后我就 我也沉默了 打着打着 我们就 差点现场PK了 而且了着了着 差点现场PK了 我们就再也不聊 那个比赛的话题了 兄弟们 我们直接转移话题 本来一开始 我想恶心阿乐 聊到最后 好像发现是 反正说什么 到最后阿乐说 我打了你呢 就没话可以接 所以我就不 不聊这个话题